不一定能够提挂自己的从本乱、从发现结构的能力。 而一个人能不能从本乃、从发现结构, 这可以说是直接反映了他通明才子的最高天化法。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通明才子,都有一个最高天化法,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上,你都达不到这个最高境界。 但是即使你达到最高境界,你也会发现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相差甚远的。 像莫扎特他为什么能够在无税处的过程? 答案就是,在一般人看来,英俗好像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在他看来,确实是有规律、有结构的, 他可以很清楚地把一些结构和规律粘出来, 然后就能够达到很高的过程境界。 而别人呢,即使是经过很常识的学习以后, 发现结构、组织结构的能力仍然有不过他。 这就是说,我们在音乐中发现结构能力和莫扎特有天壤之别, 天花板差得非常之年,所以他是天下的音乐家, 而你呢,顶多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和学习者。 其实一切科学就是这样的。 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就是这样的,物理学根本上不是做实验的东西, 它出持这样一个愿望,就是说宇宙看上去是很乱, 但是背后是已经规律的。 从混乱中发现规律,是一个巨大的视频,是一个巨大的球派, 因为把混乱变成有结构、有识水的东西, 本身有一个神面上的巨大的角色。 他自己就说是,他看在物理学里面,首先要看他是不是符合神面。 如果一个理论本身上是很丑的,那么他就可以直觉地断移, 这个理论多半是错误。 如果一个理论本身是和谐的,那他才会反对,这个理论也只是正确的。 这种筛选方法本身是很丑好的,这就是一种, 等于说是一种故技学上的柯拉特有的。 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的,历史最根本的, 最高的几年就是从混乱中间寻找出结构的。 你找出结构,那你永远超越了技术源和学和工具的语言。 可以说这样的人其实是收集了很多资料, 调干了很多东西,未来不会提出。 例如,装卖法杰说的话,这种类型是书记,他想起的东西都是为理论的。 好的,考验历史有这一家材料的方法, 比如说刚才讲的,政治学货。 你要能够从各种事件中间,抽出事件背后的结构和规律。 这个结构和规论可能是错误。 但是有的时候,你即使在制造规律和解构的过程中看的是错误, 你也比原先制造刘顿的因果有比较好多。 因为这就是认知从事的条件。 理论这个东西从来不是绝对正确的。 你想,难道说安西坦理论表塞以后, 刘顿理论里面是谁要做的什么吗?当然不是。 理论是两把梯子。 安西坦这把梯子可以达到比刘顿这把梯子更高的地方。 所以它能够解释刘顿解释更多的地方,而且它能够解释得更丁确。 这就是它的理论评论词更高的地方。 一切理论规律和解释也就是这样子。 它只要有更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也就是更好奇迹的出现, 那么它本身就要被抛起来。 但是你制造体制的能力,就是你自己才能和修养的最终见识, 而不是绝对的考虑。 我可以说很多的例子来证明, 只要你把历史的格局没有理解正确的话, 即使具体的问题上是正确,也不一定是。 而格局理解正确最重要的地方, 不是你在具体的问题上能够解决, 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提出正确的问题。 而你的格局感错误, 最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你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错误。 一个错误的问题比较不到正确的理由, 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 那么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 如果你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错误, 那不像是业底上出来, 傻瓜提出的傻瓜问题, 聪明的是回答不了, 而且也不应该回答。 我几个具体例子, 那些计划对朝鲜的那些工作, 可以简单粗暴地说, 它实际上是在提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会在朝鲜包括战争, 实际上战争是否能够避免的呢? 他做了很多解释, 认为这场战争也许是能够避免的, 因为没有避免, 就对中国造成很多恶毒, 因此值得遗憾。 就是它是中国的本地。 从这些事情上你就可以看见说,它要么是没有良好的国队感,要么是故意没有良好的国队感,因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性在朝鲜不发生战争或者发生战争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从本质上讲,它根本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 它根本上就是日本失败以后远东隔离冲突过程中间,两种秩序的冲突,正常冲突中间,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物体, 它像毛泽东和紫正和中国人,它都没有独立决定能不能参加朝鲜战争的自由。 它不可能不参加朝鲜战争,到底谁见呢?因为它在东北和蒋介石争夺东北的时候,事先就已经得到朝鲜、苏联和蒙古协助。 因为朝鲜、蒙古、苏联和中共是冷战阵营的一部分,而中国对战就是通向冷战道路的一部分。 朝鲜已经协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不严重朝鲜,而不严重损它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位置。 它在这个团体内部的位置,比较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要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省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所以它所做的考虑是不是正确,或者它引用的那些档案有什么意义,就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大乱不一定代表当事人真正的固体,即使代表当事人真正的固体,这个固体的意义也要放在当事的整个隔壁中间去考虑。 否则你单从大乱的盆子上去串着,对往往不串通对方会有错。 好,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历史是认识隔壁、发现隔壁、寻找隔壁演变的原因。 比如说像罗马这个概念,什么是罗马?罗马是怎样产生的?它是怎样演变的?它是今天有它什么意思? 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 而不是说你在小阿西亚,柜区医院发出一些考古学的资料,可以和当地形成留下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材料, 考证当地很多种族学了什么水利设施什么的,这是没有理由的。 你只能,你必须把这个水利设施和当时的历史规矩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如果是在戴克的天朝据了这个水利, 那么就要调整一下,这些水利设施它的技术工艺质量,比如说比博尼克里时代或者比托拉登时代是不是退步了? 这个退步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它的财陈基础是不是施政提供的,或者是他人们提供的? 如果他才一种发现不顾你,或者说不想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反映了罗马帝国从早期到晚期的现法系列上变化? 你把这些问题搞出来,这些才是有意义的真问题。 现在的情况下就是,能不能往往忽略了真问题,而去关心那些无辜轻重的细节, 而检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又没有把正确的背景和文明搞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意识本,就是说你无论研究任何细节的问题, 在这个研究细节之前,就必须把细节所谓的基本结果给搞清楚。 就是结构和演变的问题。 而结构和演变,从根本上讲,是非常瑞士的娃尔赫斯那个场所叫做交叉小数的发展。 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交叉的方法,它又不是什么拓终复杂的道路。 这些道路经常过的时间就不能练长。 在有些情况下,你正好处在一个节点上,就是相当于是思思路口, 也就是更加多维的,通常更加多维的路口。 在这个路口上,你可以做出选择,选择会通常许多或多种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朋友, 做出一些很小的事物,对未来有很大的, 就像蝴蝶效应所说的那样,一只蝴蝶在承起三种翅膀,对于自己的这个头号。 但是你既然越过了这个节点,比如说从十四度走进入道路中央, 那么你选择率就会值得减少。 这种情况下,你几多人说,我在路上,我可以走得比别人快一点, 或者说我故意比别人走得慢一点,但是我要越过道路,硬着头皮, 不按着道路方向走,向左走,向右走,横着走,那就不可能了。 这叫做马克风链夹到这里,我难以回来。 打个比方说,你我所认识的人中间,绝大多数在三十岁以后, 他们的人生到我会写进来。 你看他们在三十岁以后,做出什么工作, 你又可以合理地推荐,他在六十岁以后,或者临时出什么状态。 一顶多人说,他也许深夸安发简,别人快点,或者搬移, 但是基本功力已经确定了,去本来要想突破那种规矩阶段, 除非他所在的大法已经发生极力变化,那么他的功力不行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你要做出这个预言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时候他会出在他个人命运的时间节点上。 他也许会去学文,也许会去学,也许会去学, 也许学了这一门以后,突然就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路径, 他的路径就有巨大的开放,这时候他就在这个节点上。 历史总是出在一种动荡平衡的状态中,从一个节点走向另一个节点。 如果你正好出在节点当中的那个道路上, 那么你的生活,不管你个人的存在或者是自常的部分, 你的一生住进都是比较平淡,也许是比较生活。 但是如果你就在接近于节点的那个状态中, 那么无论你怎样渴望安静的生活, 你都固定要做出很多非常重点的事情。 这个是所谓历史的基本和解, 这个格局是超越公正或者不公正的情况。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先进的命运, 这个先进的命运在你自己意识到你自己的命运前, 已经把你自己所能做的选择, 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先进的条件。 这些条件是你个人的股权超越的, 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如果回顾我们所称的中国或者是罗马, 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什么诸多史类的体验, 你会看到这样类似的演变过程, 增长的平衡,经过节点,在节点上是重大的选择, 然后在毫无办法的地方下走进一个没有办法的回头的路见。 如果这个目前情况表现就蛮, 或者说你发现前后左右的许多人都在目前的情况下, 还是不满的。 那么很可能就是你们都没有意见到这些不满的意义, 这些不满的意义是, 就是说大家正在指挥的某一个节点正在接近, 而且大家正在希望在这个节点的时候, 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的机会是非常保费的, 对于人或者是任何国家或者是任何历史的情况下, 选择的机会比任何具体的利益都要更加多。 一次错误的选择会带出许多的错误的选择, 所以一不错,不不错, 失去先机就会在未来的许多次选择中间, 紧别不失去先机。 按一次请不断的先机, 那么你就会在以后的许多次选择中, 一次又一次选择,马达先机。 像马达少爷一样, 初始淘陷的感性是它不断的放大。 你们两个人在第一个石头之后不是走在一起, 因为在第一个石头之后选择不同, 一个向走,一个向走, 然后第二个石头之后,第三个石头之后, 不同的选择会让他们拖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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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最后在游戏太尔基阶级结束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完全上市了不同的时间的人, 已经完全被互动。 这样的事情是在歷史中不断的发生的。 在国家的事情上也是不断的。 像甲午战争这样的事情, 其实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说, 你要挑战什么高生号事件, 到底是谁违反成佛基法, 到底是哪个政治集团对战争应该会有最大责任的。 其实它关键的意义就是, 甲午战争锁定了中日两国密使命运, 而这个密使命运又对以后的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锁定。 像独够桥事变,像朝鲜战争这些事情, 它根本的意义是这样的命运锁定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提到甲午战争的, 就是因为省大朝鲜战争看来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锁定,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命运等于是在1928年到1919年的过程中, 已经通过一个共产平衷锁定的, 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是这样的, 苏联和远东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是这样的, 中日战争和日文战争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发生, 这些事情确定以后,朝鲜战争是改变不了这个基本合体, 三八线存在不存在的, 朝鲜完全做到南韩水里或者北韩水里, 都改变不了这个基本合体。 1952年边界其实本身的具体边界是关键的, 比如说朝鲜战争中中国如果取得的玄圣, 使边界不是在三八线上划过, 而是在激州海峡,在对马海峡上划过, 把整个韩半岸划入苏联队的一关, 难道以后历史会有多长不长,恐怕影响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格局和节点的地方来讲, 朝鲜战争其实是一个稳的节点, 它这个节点的一种比起1937年, 和卢沟桥事变和1928年秉伐相比, 是唯不如闹的, 在1928年秉伐以后, 等于说是中国的整个命运, 无论国民党和国民党做怎样的博弈, 已经被锁定的一个挑战国际秩序, 不可撤到太阳, 这个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姿态, 迫使它注定要在其他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去寻找, 而这些朋友如果不是苏联, 那也一定是德国和其他体系, 它不可能, 国民党有一种说法就是, 它本来很想跟英美结合, 它是英美不要谈, 所以会要生财化, 但是实际上在那以后, 它已经不可能跟英美结合, 因为英美给自己选择的这个角色, 已经是国际秩序为复者的角色, 而1928年以后的中国, 通过他的革命外交, 通过他的退约, 达到帝国主义的一些措施, 它已经把自己占到了国际秩序破坏者的一边, 而跟国际秩序破坏者在一起, 它可以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少的, 而1937年, 之所以是一个节点, 就是说, 因为1937年以前, 一直是站在英美一边, 扮演国际秩序被视者的日本, 做了一个重新选择, 它由比较消极地维护, 华盛顿条约确定的远东国际体系, 打击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的破坏者, 以便能追求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 它由维护者变成了破坏者, 它从特朗通一个国际体系垮台的贵心中间, 蒙凑了一个新的巨大运动, 通过占领满洲, 对亚维护士带更大的运营, 获得一个新的权盘机, 这个权益将来可以农民敞担一, 建立以另一种方式建立有利益支持的国际体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那么未来情况就很清楚, 就是中苏集团和日本集团这两个集团, 都对原有的华盛顿条约确定的体系非常不满, 各自以自己方向善良, 不惜一些这样推翻这个体系, 那么他们的博弈,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远东原来的各种势力都要经过严肃地重新使用, 位于中间状态, 比较维护原有体系的势力, 像北方势力是中间要毁灭的, 而没有确定自己位置的势力, 像国民党肯定也是非常着急, 因为他搞不清楚, 他自己知道的是站在哪一边, 如果他坚持要站在挑战国际势力方面的话, 那么可以说, 因为国民党肯定中国, 就显然不如由共产党肯定的一件事, 因为共产党是始终差距在哪一边, 而国民党呢, 他在追击一个虚无飘扰的部队, 在追击一个, 可以说是很类似现在皇上的性能追击的部队, 包括满龙在那种大中华, 这个大中华要推翻从鸦片战争里面强烈的中国身上, 所有的朝頤体制, 但是又不能跟苏联站在一起, 又不能接受斯兰军主义的军事工业体制, 又不能接受跟苏联建国的麦当政策, 这样子他就把自己推进一种自三毛线状, 他要追击的部队, 不可能通过他十四的手段来实现, 而他十四的手段, 终于让匪备他自己的手段追击的部队,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后, 未来的结局可能说是只有两种, 要么是日本集团, 准碎的中苏集团, 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一间两个室内, 那么亚洲大陆上将肯定会爆发, 日本集团和中美集团的战, 要么是相反, 日本完全建立匪备以后, 那么苏联在亚洲大陆不大是一件事, 不但国民党本身是注定匪备的, 即使越南、柬埔寨的反共政权也是尊敬匪备的, 可以说是, 在卢宫乔事件爆发和曾宫乔事件爆发的同时, 国民党已经通过自己的选择, 把中国、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 都中间一种别无选择的历史中间, 日本一旦岛开, 退出满洲和亚洲大陆, 那么这些地方继承者一定不会是国民党, 或者是其他地方性民族的事件, 一定是苏联和它指使的亲共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英美不连于自己干涉亚洲大陆的情况下, 整个亚洲大陆的赤法是不必要的, 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亚洲大陆不要建立汪金瑞或者富贵士的违瑞政府, 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大陆的秩序, 在1998年以前, 亚洲大陆的玩家很比较多, 尤其还比较复杂, 这种二产队的局面还没有出现, 但是通过革命外交, 以及国民党和苏联, 以及日本资金派支持国营以后, 到独工小事面和珍珠港事件以后, 排比是亲战, 亲戚社的局势面也很清楚, 将来只能是这条问题, 国民党等于是已经是出来一种废斗公司的造型, 只有最少数的偷偷特别不清楚的人, 才看不出他将来的利益, 所以四十年代中国知识舰长选择, 这是很自然的, 整个国庆也是看电视的结果, 像杨奎松写的, 像是忍不住关门的事, 也是没有专门和重点, 他写的好像是四十年代几个知识舰长, 仍然像是二十年代知识舰长, 或者是经常过年知识舰长, 有很多不同的国派, 录史随所还没有确定, 其实在四十年代的时候, 录史随所以前已经很确定, 要么是清书的事, 要么顶多就是清英伟的事, 既不清书, 又要高传英伟的文术主义这些, 这可能是首领导, 你怎么样搞, 贾建斯怎么样写中国之病, 陶西盛他们怎么样的权权, 都不会有任何假的, 就像今天,可以说是, 在1972年以后, 张春桥姚委员再会写人家, 也读点了明明,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国已经是, 跟苏联彻底绕排, 而文革的队部走到这一步, 已经是只能走清书的路线, 违背这条路线, 任何瞳目实胜都会照到恐熟, 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个格局不是在1978年左右, 而是在1972年中美机会给联合。 文革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事实践, 也就是说宝想要用极组合的路线 去打击苏联的苏联组的路线 夺去整个共产党团的统治权 他失败了 失败的路线就是能标的初衷 这就是他已经别无许选择了 继续走下去 他要冒为党队的亲苏和特别准备的危险 只有美国才能克制苏联 他只有通过亲美国线 才能够克制党队的亲苏路线 同时使中国在挑战苏联失败以后 不至于遭到柬埔寨的整个苏罗马克的命运 还能够另外准备抢队 所以从蒙春意义上来讲 尽管缓随私人发不是毛泽东的杰臭 但是1978年的事件 确定是1972的事件不可避免的后续 走到这一步以后 你往下走再往后续是会过去的 无论如何你也别无论 如果有人无论是私人发还是他 你不愿意顺着他已经规定好的路线 那么招到粉丝人就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像杨推松的社长 知识店不可避免的 思想流快不可避免的 那都是些泡沫的所谓 没有什么意思 思想流快也许在五世以前 也许在1901年 1912年还能够发挥并多 但是在1946年已经是没有什么 那时候已经有个往生怜达到对 我无法听了 是吗 用我刚才的理论来说 就是历史节点已经过去 现在不是人做出选择的时候 用中国古代的政治处理来说是 这叫做天命 并群雄逐渍的心可以死了 如果你身在流氓和上海还活着的时候 那又是你将军的高仿族万一口合作大 你就巨大的口积几会和巨大的故事选择 但是在汉国一对于的时候 你有再让你一套五月 你也没适合 路是你所定的 中国古代的史学书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知天命 知道在不前来这种情况下 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什么时候是天命 所以什么时候是天命 格局一定 你已经无法选择了 什么时候是群雄逐渡 天命未定的时代 要见别的两五时代 就需要对历史合余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表演 这个才是中国古人的 听音学和史学研究的真正问题 如果背离了这个问题 那他们就会说 你的史学不离被知识通鉴 因此只是一种寻疆哉的标准消息 所以说是不值得重视的 而我们再回顾现在的史学 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讲的 恰不足是这种标准消息 它不要会有广播的背景之时 只要去讨论具体问题 但是只凭这一点 你的主训练就非常低 你只要不了解历史 具体一直是在当时发生的巨大的背景 而去抓着什么档案 考古材质 考证1.1的东西 那么你犯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任何人和任何决策 或任何语言之中 不是提不太当时的软倪和背景的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一篇文章 它是错别字买出 但是我们仍然能理解它们的第一 为什么 因为尽管错别字是什么 但是你看到错别字还是能够想象出错别字 你来现在这个正确是什么意思 你你看过上下而的错 有上下而在哪 你中间的史是缺调字 就像考语学家考的经文一样 仍然那个话叫拼图 整个拼图 就是我所说的情境模拟的能力 这几个字的错误或者是缺误没有关系 具体的考证错误就没有关系 你只要清楚理解 评定是正确的 对整个大考译把握没有错误 那么整篇文章或整个书的意义 你是能够做出正确证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如果你对上下文章里面是错误 对合约的里面是错误 那么你把你这几个字考证得再清楚 即使你究竟是他人的错误 那么你的成绩判法仍然是错误 任何人都不能往里面是错误 所以一切问题的观点还是要回到对合约的条件 对合约的条件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书手上能够搞出来的 你必须到《逾音时报》成绩的那一篇条件就是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知人论词 脑力断肥的那个程度 对人类的动力和行为 特别是他的引力的动力和行为 有的非常深刻的条件 然后我们才能够懂他真正的动力 不能不会有表面上的事件 或者说是写在公文上的那些东西的所欺骗 回到神之八人的立场 他好像是从斯大林和毛的电文中间去收集了很多权料 去得到这个责任 就是说在五月五日五年以前 他们双方都倾向于不干涉朝鲜 然后在五年五月五日以后 斯大林改变了主义 在五年五月五日以后 毛的东西又改变了主义 因为他们电文上都不说的 但是肯定是不说话道的 电文上说的绝不是真话 我们都应该很清楚 从亚中远中大陆的历史演员 我们都应该很可疑是这样的 早在对战时期 甚至在北华时期 苏联的远东战略 基本国籍都已经备好了 日本的共产党 桃兰以及中国的共产党本身 都已经相当清楚 自己在整个固定的角色 清除了这个角色之后 彼此之间都有一个相互协调的退和默契 这个退和默契是你不用想在紫上的 写在紫上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默契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点子上头 我们认为你不要留下一个政治 留下一个公开课的决策 以便我们的想法可以知道 具体问题应该怎么办 以便后来人可以自理 按照我们希望的话是一件事 但是他们真正的决策 绝对不是利靠这些电脑的人 不是对的 你们不可能想象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发的那些电脑以前 他们对金正是干 对金正是你家要干什么 是真正的毫无表解的 不是说是金志诚 照他那种根据电脑判断的历史 就可以通过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金志诚的冒险行动 是毛泽东所不知道的 甚至说可能是反对的 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吗 如果你按照赵郑事务一共同的模特 我们就可以推论 古代历史学来说认为 赵郑作为晋国最有权势的 宰相的一个摄政大臣 跟国军不合以后逃到国外水 然后国军被他的储人赵藩妥杀 这件事情就算不是赵郑本人的命令 也是在他里面的产权的命令 因为杀了这个国军赵郑是反而得到的 赵藩可能没有得到赵郑本人的命令 那他肯定抱有什么种希望 就是觉得他干了这件事情以后 会对赵郑本人的赵家里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不够了 这就是一个拒绝问题 因为根据这个论论 我们可以说是 晋国政变真的就会过头 仍然是赵郑 即使赵郑本人反对政变 根据同样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 陈永明和孙中山的重組中 尽管广州的政变军任 去不孙中山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陈永福的批评 甚至是在陈永明本人的 基地反对下进行 但是陈永明的男人应该很适得的 因为他在广东路线 和孙中山在广东路线 截然相反 两者是一定要发生冲突 如果不以那些政变军任 成立的方式发生冲突 在稍后之间 也一定会以其他方式发生冲突 而陈永明是最后早晚 把孙中山改变广州的 尽管那些政变军任过于独马 没完了陈永明是所采取的那种 巧妙的慢慢采取的办法 把孙中山吃出去 但他们小弱子实际上是反显成了军任的愿望 尽管做到龙王那点也就是他的军事 毛和金的关系也是这样子 自从毛泽东把参加中国对战的朝鲜部队 派给金日成以后 他其实是肯定是早就知道 金日成早晚要把这些力量派上做成的 正如斯大利把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大批军火交给毛泽东以后 他不肯定不知道毛泽东找万样的军火就是蒋介石 但是你如果再看斯大利和蒋介石的寒天来往 你会有一个最后方路的情况 就是说 斯大利其实一直是想要遵守条约压制中共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些军火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破坏经国协定 他什么都不知道 完全是中共自己搞得好的 如果你用沈志华的东西去搞那种死官 让一个俄罗斯历史学家去考虑中国对战的历史 就委属出这样的方位 就是说 苏联对中国对战什么责任都没有 它是仅仅是出于天真和偶然 才把日本在东北留下巨大资源 标表中共使用的 这些巨大资源 比蒋介石在瑞地18省投入的全部军事资源 至少要多出三倍 而且质量上要高出N的 他们能够在东北一年造出一千家会议 而蒋介石在南方 整个南方造工一辆完整的汽车 不要从这完整的汽车 连完整的卡池里面都造成 得到这些资源以后 基本上毛泽东处在一个 可以对南方推估拉手的地位上 实在是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你从他留下的档案里面 根本看不出来 他有暗示毛泽东处的 但是他肯定是想到了这一段 正如赵宗在出王的时候 陈炯在离王的时候 他肯定知道 他留在国内和留在皇宫的前司令 被禁民工好看 飞到生中山坊的过日子 斯坦平在做出移交军火这个决定怎么说 他肯定也知道 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让蒋介石看 毛泽东在教那些朝鲜师的时候 他肯定也知道 这些朝鲜师唯一的用户是想起码的 但是他不会留下记录 不承担责任的 如果干成了自己的事情 倒霉了我也不承担任的责任 当然大年过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只要稍微有人观察 你也就会知道 领导有的时候要做有些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能向你说明的 你必须主动去推训领导的意志 推训领导是说不出口的意义的意望 然后主动的迎合领导 在他自己不用说明的话 替领导办到领导自己想着要动 不肯做自己 做到这些事情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把自己变成领导的心或思蜡 然后变成那种可以突然出生 可以绝对信任 可以在西角的时候都可以随时闯进去 说四方八道 如果你变成这种人 一切都按照公文程序上的办法 那你一背景也没想着做大观 或者是做哪些 这和有观察的经验人都会清楚 到某些时候 比如像是亨利二世想要杀了托马斯贝卡特的时候 他在偶然就喊着 这个生理太讨厌了 难道没有忠诚意识去挑战了他吗 他不用下任何具体 保证就有一帮忠诚意识 在没有接到国王正式命运的讨厌 去把贝卡特杀掉 杀掉了以后他要向国王叫往 跟凯撕建签住 国王从来没有想到下过冲铃 而且他说他是完全诚意识的 国王就是没有跟你下过冲铃 但是国王通过其他间谍的方式 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随时他的敌论也清楚地表明了 除掉这个敌论是他的最大理念 这种情况你敢说 冲铃二世对贝卡特的死是没有责任的 跟你同样的逻辑来说 你敢说是中国对战 不是苏联造成的 或者说是朝鲜对战 不是中国造成的 当然你不能 如果你突破成的事 而且对历史格局有突破的了解 不会为那些贝国责任的小哈招 你就不能 那你个紫门国案像冲铃古代的史家一样 大胆的信任 造成了四十分正义 你要大胆的承认 1928年以后的元宗国是在苏联和朝鲜 中国的共产党对朝鲜战争是有贝卡特的责任 你承认这一年以后 你才能够提见以后的意思吗 正因为中共对朝鲜战争富有蓄大的政党 真的是人和皇帝等人 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亨帝二世在是法律上的 对大主教辈子的辞职没有任何责任 责任完全在动作上的实习生产 因为他没有下任何出面的 任何一个陪众团都会偏看国王是否费的 但是历史格战一调片 国王是对以后的政教中处有责任的 它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法律的 在法律上无辜的人在政治上有责任的 在政治上有责任的在法律上就可能是责任的 这两者是完全不责任的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责任 也就注定了他的今后二十年历史责任 被锁禁了 这个历史责任是周恩来不可能跟杜勒斯握手的 越南代一定是按照他实际发现的话 中国没有选择的决定 而且中国的国内政治也必须跟着 他在国内进化的角色定位而基本确定 五十年代的各种运动是什么的 你不能抽象的是西国共产党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什么的毛泽东各种的错误 你要看起这个真正的例子 就是说中国既然通过共产党 而在冷战战争中间已经绑定在苏联那边 那么他就有责任 难道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安全 对国内社会进行格式化 对国民党对文国有限变成就有很重要的信息 把社会改造到 符合它是作为苏联翻表和卫星国角色的这样的方法 一直到1957年 他发布了一些所谓的基础民众 根本上是变成这个民众 但是1957年的分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斯大林的时候 毛儿认为他做了什么地方做得够了 今后的共产主义阵营 应该按照比较拼的方式来安排 也许要由他来做什么 也许至少要由中苏协商来做什么 所以尽管特贵营营对他做了多浪务 是斯大林绝对普查的不可浪务 但是毛儿认为最顺利 更加困难 就不管已经感觉什么问题 不是说毛对他比较 不是说特贵营营对他比斯大林好看 只想斯大林对他比较特贵营 更加困难 而是双方的实力就比较成变 在斯大林那时候 毛自己的安全都没有往 他能够党民讲电事 能够党民高杆 能够党民在党民中取胜 这就全靠斯大林 他完全没有资本区域 运迹是大林 在五十年代后期 他感到这些人都已经不足以从他的威胁 他希望双方能够按照新的力量推移 重新安排他的肩膀 苏联不能介入这里 导致中苏分裂 而文革是中苏分裂的偏 中苏分裂竟然分裂了就要路线队 你既然说苏联是新的主体 那么我们批准队上不同于修认的理论 因此他必须做出组络的传心 理论传心对位就是文革的基础物 这个基础物线跟五十年代基础物线不一样 它代表的是反书 反技术观这样的基础物线 跟原来的基础物线 所谓的基础物线的关系是相反的 在国际上出现的时候就三个世界的基础物线 这表明着中国样子 连续第三世界黑追究 或者是亚非那些国家 同时反对苏明兰国 这两种物线的接头才是楼上单位一场的根本 如果你只看到毛泽东很少奇迹的矛盾 或者只看到毛泽东对国内的设想 就不会已经变成了国际的中苏 在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 选择了他的社会主义阵营 和国际阵营的位置以后 类似文化丹佛的设想必须是什么的 因为这条新路线 必须要求他在外交上和国内的设想 都发生重大的设想 而这种七二年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他两年失败了 他尽管做了这些工作 尽管拉罗的柬埔寨或者是他许多小国 但他还是既没有逗党收敛 也还没有逗党的 美国安全是自己限制了极固危险 党内的青苏派 很可能会把他做的 发生结合设法和内设的事件 他也就很清楚地意识到结合事件 被东坡图面的危险 这时候必须才能去马基尔维利组的设想 因为只有美国才能比他们的困难 1972年一个气阻性的一边 是以后的党内都不再有其他的困难 因为你现在要依靠国家对苏派 那么迟早 你在国内政治上会采取比较实用 而不让历史形态的多数 1978年的选择 嗯 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是确定的 就好像说是 你把河水放出了水派 那么你可能要遇见到这个水派 冲着水冲到定层温度 就会冲吹到河河河河河 1972年的大反向 就是把水放出了水 然后放出水派 无论如何它就会在地上冲吹到河河河河河 这就是1978年 通过这样的国际判断 你就可以看出 近代中国实在是很难的 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形势 是很大的联续服务 当然联续服务不是平衡 从我刚才的服务里面也可以看出 联续服务意味着 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约束不大 而中国国内政绩变化 对国际社会的表现 这是由双方的实力队和国际隔离 因为国际隔离也从来不平衡 任何时候它都有中心区和边缘区 在长代的远中 毫无疑问长安是中心区 日本韩国谁都是边缘区 在古代罗马那毫无疑问 罗马是中心区 训练埃埃及边缘区 在近代时代他们毫无疑问 西方是中心区 西方只要全喷水 你们这边就要喷水 美国人打一个哈钱 中国就要省钱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处在边缘区的下游 所以只要中心区做的事情 最先被淹过的就是你这个边缘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水质总是它的较 不管是下游边偏的 反正你处在下游的路上都要把揭 就像拉庚丹预言上说 两头牛打架 材责是清华 大人物的倒霉的就是老百姓 中心国家发生重大的路线斗争 倒霉的不是他们自己 而是编译的 中国住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问题 或者属于虚无心 或者插什么的图 像现在的所谓革命时官 或者文族时官 给中国安排了一个 不适合他自己角色的地位 什么叫做五千年光中历史 伟大历史初心 那么你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地点 你像1945年蒋燕石一样 你没有理解自己的事情 将会为自己带来匪备什么事情 我们要说蒋燕石为什么失败 他怎么失败 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到革命和节点 他没有理解到1928年 还在跨越的地点 以前北洋政府的安全 是依靠北洋政府 扮演的国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 才得以维持的 就好像说 你为什么现在非常安全 没有人充裕的东西 没有想到你呢 这是因为你扮演一个 秩序维持者的角色 警察会自动的保卫 我们现在才能安全 如果你背离了这个条件 你自己变成一个冲击犯 那么警察不但不会维持你 只要不抓你一定会破 那你发现你处在黑帮的东西 你钱我之所以也不偷你 不抢了你就不打你 我不是因为害怕你这个 我害怕是警察的力量 我害怕是警察的法官 但是现在你既然是 区别的这个冲击犯 很好 我黑是黑的太平了 我黑了你的钱 量你也不敢去报警官 报警你这不是冲击犯 打死了你 我也不用法律者的人了 因为没有人敢去报案了 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就去了这个冲院 为什么日本人不敢打北洋政府 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实力 也不是因为北洋政府怎么样卖国了 关键在意北洋政府 它是一个国力体重的良民 而日本人也是一个要做良民国家 你们发共同的良民 那民当然不能打家了 有纠红要拍手机解决 到环境上环境了 你自己拿钱以后自己就变成犯罪分子了 所以是很重的 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国民党 因为国民政府通过革命外交 把自己变成通缉犯 你既然是通缉犯 那么谁愿意打你的钱 所以日本人就可以拿你 日本人为什么失败 因为他在法官命令的过程中间 打得过了他的违反战争规则 被当时的法官已经违离的事 你叫醒了 叫的已经还不行 就算是你警察 法官命令你不能再打他去了 你继续打犯 那么你也是个违级违法的警察 法官下来就要自己 日本人就办一个这条件 他一方面是装住这个机会 但是中国人又做出了错误 他看到日本人被美国人打垮 他就对他自己的胜利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格局最通俗的原因 中国人首先做了一个小偷 然后被日本部首纪律的警察 报道了一个 然后美国执行法律 法官又冒出来了 说日本人不该在这条件 然后把日本的关键监 然后中国小偷 他这个时候接着说 既然日本这个准确做了监狱 那就说我原来这个小偷 做的破坏朝鲁体制 就算是正确 以后我要变成四年强谋 变成四年市场之一 我要像四年强谋一样的形势 这种错误的想法 他跟随着 根据这个错误的想法 他一再做错误的原因 1944年魏德卖将军就已经看出 日本一旦就能出满沟 那么苏联肯定就会进入满沟 而国民党绝对不是苏联队 他说 在这种情况上 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 苏联军在国际干预主义的计划 把中苏联国隔开 这样对国民党是最无敌的 但是蒋介石有没有感性的 他做了一个邪实的一大方法 他声称 我们之所以抗战就是给他收复东山城 如果收复东山城以后 美国既然要拿去 那么我们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既然始终回来和我们的门国 那你自己去玩什么 你自己完全看见有没有能力玩这个苏联 不出所了 到底还不是过苏联 但是玩过苏联也不是一起的 因为苏联跟中国共产党 并不是一直都 苏联士大尼开始也不是想要统合中国 他只是要在长城以北 维持苏联的特殊实力反对 如果国民党让给他了 说不定 士大尼干预外共产党做的都是有 就像是在希腊城市 既然邱介和士大尼已经谈成了 罗马尼亚和保战利亚会苏联 希腊归英国 那就没有办法 虽然罗马尼亚和共产党总共有几百号党 但是苏联人则把这几百号党通缩到罗马尼亚去 把国王和政府赶走 罗马尼亚就已经残下来 希腊共产党尽管有几万大兵 把全国百分之组织的组织和人口都占领 没有办法 士大尼要镇压 尤其要镇压 他让英国人把你们杀光 而且他要做顺英国人没有要求的事 把调到苏联所有共产党就通通散散 为什么 是这样的 东处独立运动一开始也是虽然搞起来的 目的也是一个国民党同意 但是国民党竟然同意把外国党让 虽然把他们决定 把东处的事情给剁掉 然后东处的事情就统统在飞机四四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事情 如果国民党肯把东三省 甚至把华北交给出来的话 斯大尼用同样的手段 就会东西共产党的手段 但是讲实的 他是一个做的认识得罪 他绝对不能忍受 在八年抗战复射了 我此之大的牺牲以后 难道我们的宠宁还捂住抗战的钱吗 这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是事件事长 以前日本人在东北搞特效 问人家 现在抗战不一定胜利 苏联再上去特效 我一定要看你特效 哪怕跟苏联绝叶也没关系 苏联绝叶绝叶 苏联绝叶绝叶 就会把共产党放进来 把日本资源表达 然后给组组 这些事情告诉你 但是我们从隔壁场来看 就是承认抗战结束以后 中国的组织比抗战以前更加糟糕 而是更加糟糕 因为抗战以前 苏联和日本相处是灵魂 而英法美这些国家 让人闹派有势力 等于说是有七八个人都在同一个场地上 就算是你两个人无野心 艾迪斯坦的面 他又感到很多 所以整理在这样的场面上 很安全 你既然把日本人赶出去的 又把英法产党的出点什么东西都给收给了 把整个帝国努力赶不得了养养 那么这个游戏上面 就执行了两个玩家了 不是你不是苏联 而苏联是你选择大多 没有别的牵扯的那样 你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满足苏联的地方 要么要苏联把你打抗 所以实际上就挺严重的 法国也是这样的 法国在中华战争以后 总是放在救仇 他觉得只要打抗到德国 收复了阿尔萨斯洛米 他属于一位抗战 所以他打到第一次战大战 但实际上第一次战大战的时候 他挺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次战大战以前 德国虽然战争了他的阿尔萨斯洛米 但是德国西面有法国 东面有俄国 两个字强国 把德国强得死死的 德国如果敢准备法国 德国就会打抗 但是第一次战争以后 尽管德国战盖了 交出了阿尔萨斯洛米 但是俄国也完全了 东欧出现了波兰 结合机内的小国 现在法国不安全了 因为今后 一战以后 德国如果再次进攻法国的话 他已经唯有一个俄罗斯帝报 他只有依靠波兰和杰克的支持 但是波兰和杰克的这些小国 德国面前是自身反抗的 可以说 一战以后 法国和波兰都不各个结合 相比一战前 法国和俄罗斯结果 你觉得法国是更安全 还是更不安全的 任何现实也都可以看 法国跟德国结果的手续 虽然没有阿尔萨斯洛米 但他的土地比较好 一战以后 法国竟然得到了阿尔萨斯洛米 但是失去了 法俄罗斯办法的波兰 他的土地反而也不够法国 1945年的拜训 正是一个阶段发生的 中国的讨论也是这个样子 讲非和法国人差不多的动作 他拒绝成为 1945年的思想 比1928年代的 不平等条约 接下来的 四分五裂的动作 特别人召召移 因此他注定了自己 要遭回 类似1945年 法国召唤的大途律 这就是从德育会地盘人的历史 我相信你们如果去从 官方的教育数据团 突然看不上了 甚至从英美非正清学派写来的书 甚至华写来的书 杨慧松写来的书 现在所有搞中国近代史 专家所写的书 你都绝对夺得出 我刚才给你描绘的书 但是我可以很往后说 尽管那些学问比较大多 但是我是正确的 而他们是错误 我做到了司马迁和古代有的 大历史学家做到的事情 通古今次变 我抓住了历史的结构和结论 给你们提供了正确的解释 你找 蒋介石如果能够掌握这个正确的 就用救他的命 毛泽东如果没有正确的一点 那么他也是实问的 根据这个特律 你也可以看出 我们现在这些历史学家 和官方的交流 做这个问题 和1945年蒋介石小泽人说 一样的 不正确 按照这种格局的说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 国力不断去增长 现在已经到当归复 鸭太战争以前的黄金时代 重建中华民族中心地位的一大事物 你完全是在重说了 从格局的角度来看 你错了 1978年的中国 尽管经过文德的动乱 出来奄奄一息一种 现在的中国尽管变得富有多 强烈多了 但是1978年的中国 比起今天的中国要安全多 这是从格局的意思 1978年的中国 我为什么能够得到 我美国待遇的低谱 因为它扮演一个背叛的角色 它在苏联之后插了一刀 使得苏联的苏联系 现在做了它的危险 最后间接的措施 苏联的苏联系 以后世界罗马发展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世界 不再像四九世纪的世界 那样 由英法和德 在各大国的遗情之段 彼此之间不相相想 像春秋时代的业努一样 但是现在像是秦桃统币 以前的中国和罗马统币 那种世界 除了美国以外 再不认为其他的超级大国 无论是德国 中国 伊朗和其他的二级国家 他们的实力 加在一起 都不够打美国 这跟以前苏联一样不够 以前德国 可以跟英国势力 法国可以跟德国势力 以前苏联可以跟德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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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中国 和德罗斯和伊朗 或者其他的任务国家 加在一起 要斗美国都斗不住 就像是江泰基战争以后的 地中海事件 罗马以外 比其他所有国家 那些全东西的联盟 都会被罗马打入坏了 1989年以后的世界 已经走到罗马哈以后 中国的安全环境 可以左右逢原时代 已经永远消失了 而且都会这样 今后1989年以后 每隔10个年 世界有罗马哈就要进行 波兰在1999年 和整个东欧国 拉了到它的政界 现在轮到的不可能 2003年是伊朗克 现在是轮到的叙利亚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每隔10年 罗马哈进行 都要向什么推动 过去作为半小时的国家 今后都要变成罗马的情报 现在只有三个国家 孤独地为罗马自己提供 俄罗斯 中国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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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主在多民族帝国的 产与 因为过去的历史光 所以没有办法 接受在罗马的世界里面 扮演一个史达兄弟军 因此 他为自己编导 一个主带的光宗史 这个光宗史 就像蒋介石 在1945年编导的 民族复兴史 和世界史上的地位之一 严重的满了他 政客的认识 他自己的事也会通 嗯 因此 我也会做出古代史 他曾经做特的判断 当你对历史的国家 判断破不出 灾难 他就要会降低 你做出来细节的考证 不管是朝鲜战争 那些 嗯 外交档案的考证呢 还是视线的 知识分子的心态的考证 还是其他点 可能考证 考证再清楚 也不能帮助你 那些问题 甚至可能帮 如果你的对国际前提 还能做得好 你甚至可以用那些 短身是完全正确的史料 得出非常错误性的 第二次华阳辉松 已经得出非常错误性的 我之所以今天感觉 这样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我预感的 是有把握预见到 今后的20年 现实历史的发展 将会印证我对国际的讨论 正向过去时 从27年以后 到现在的 这7年的历史发展 基本上没有超过各种人权 我正是因为在觉得自己 过去在这几年 这些遇见非常准确 所以才胆大妄为的 不顾历史学院的常规和从业 也不顾大多数人 在我们自己的各种生活中 做出一期的选择 这种时候的格局 通过格局和节点的选择 你能够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 你能够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 你的命运是没有选择的意义 在什么情况下 你的命运是没有选择的 在1999年 这时候我不认为自己的命运 有选择的意义 因为那时候 我还像90年初 那时候 你为工作是包分配的 你毕业以后 主要是包分配 包分配以后 你学的什么是专业 一辈子是什么专业 历史啊 什么和话想说的 就是你的业业爱情 你一辈子都可以做 你在大学的时候 才是专业的 做国家规定的事情 国家是有团的 制度是有团的 永远不会有这种体现 然后科普洛尔州发生了 这次的事情 渐渐地我就开始明白 国际的重要性 也开始明白我们 现在所谓的历史学 为什么不能和国家 也不能和你个人集民知道 为什么只有你死掉 不能够呈现主要 你必须自己 去自己寻找的方法 自己去寻找德国 去通知政变 然后我们才能够发展 重新发现紫困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会得出结论就是 我在新疆所做的公务员位置上 不但不是能把我一辈子平静安安 甚至飞放恒达冰范 而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他把我推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相当于日本在大陵重移 在1940年上 那时候他们以来是较文杨卫的 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日本本土还高 而且美国封炸的时候又占到大连 好像他们组织非常安全 但是他们马上就要落到苏联和中国的手上 像是他们在满洲国时代 辛苦积攒地加起来 光着屁股会满洲人 大多数字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 因为就是在1940年来的时候 许多日本民族仍然不要贪述高僧 或者是较高的身为地位 在本土混不下去可以到大运来 我再问不起来的评论 恰巧就是这样的地位 我如果在那里坐在那里多做十年二十年 等我人已经老了以后 再也没办法变强 再也没办法变强 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个判断是我军队的科学做法的 我绝大多数亲戚朋友和绝大多数人 我相信早日在此时时刻 大多数人出在我同样的手段都会做同样的手段 但是我不是特别无论 就是因为我对我刚才说的 我就是看到有足够的信心 以至于愿意把我个人的命运 在上面做一个押 压在上面推动 这个种族实施对流行 不要待在1940年的大典 也不要待在1989年以后的新疆和新疆 因为这些地方早晚会是在某种方式的 变成非常类似于萨拉德罗 或者现在是县内的顿尼斯和或者特律于亚县 因为中国已经在国际史上 选择了这样的一些不利的位置 而且它没有意识到 有最别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 它的意识形态 广告它更是到自己的真实地位 这将为它自己带了灾 而我不幸是出在他所领导这一宝牌上 所以我如果不会自己做出适当的选择的话 我自己就会使得上一宝牌 这条团上所有人都会没出重大的损失 但是待在新疆和新疆的人 会比待在内地的人的损失更加重 而待在内地的人会比那些 即时抓住的机会 跑到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人的损失更加重 我说的这句话来就不是要让大家相信 因为相信不相信是没有意识的 公正不公正也是没有意识的 格局最可怕的地方是 它是一种类似异教诸神的情维果 诸神在玩游戏的人 不像拉布南远远远远远的那样 偷游在打架的时候 根本不关键青蛙人 青蛙指定就是自己认清形式 认清你在什么时候应该躺到什么地方 如果认不清形式 你不能说什么叫做公正不公正 我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就变成伟大学者了 跟着毛泽东到了大陆就变成反动学生 不公平不公平 这有什么公平的公平呢 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认清格局的结果 路径决定命运 格局决定物业 这两件事你做到了以后 然后其他的一切因果是轻不红毛的 你考虑过的正确不正确过 论文化的够不多 书写得很不好的 相对好的 都是非常刺耀的 你可以用组织上博别人的书 这样考虑不合格 那些人都不好 但是如果你自己对格局判了什么错误 那么我也可以说你全体是白格的 别人即使是考虑的力度非常差点 哪怕是根本没有学过一天的意思 只凭见谈这方式 有些人其实有这样的见解法 像毛泽东时就有这样的见解法 他在晚安事变了之后 对未来的表忠局是就应得贺责论 你把他的话翻译成白话 撇其意识形态里面 就跟我刚才说自己并不一样 就因为他对形式有这样的正经判断 而蒋介石还在做那个实践时强 他跟着担心这些 这就是格局问题的重要问题 这也就是我学历史的根本原因 我学历史根本原因 可不是为了去写偏论评 搞一点考虑 或者说跟着杨徽夫或者什么的 把他们评论后面 在他们百年以后二十年以后 也许能够分享有什么残威的位置 我是为了首先为了救自己的命 学不学历史的时候知道的 在既然救自己的命已经成功的情况下 我就要稍稍发挥一点的这些东西 向大家证明 其实真正的历史 不是你们这些雕通小基础想象的 有比你们更重大 更如何历史 原本的历史 这些东西你们好像还有一台广光的 而且好像会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好了 我说了什么 每个人命运都要获自己选择 从别人来说 其实是没有应酬的 这点 谢谢 谢谢 谢谢